正悟实相 其实是二称人的偏空 偏空的空置而已 所以很多修行里面 它会有一种叫做偏实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自己能做什么 他自己应该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你一定会选择 对自己理想的 现在目前的想法里面 理想的这一块去下手 有的东西不在你的脑筋里 你会以为它不需要 所以在我们进入新兴之前 我们还先提到 不是否认其他五度 而是强调六度 其他五度里面都有剥蕊 那这个五度都是起头 我才能圆满的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至成立以来 扑持佛法不遗余力 为法轮长转正法九度 禁邀社会大德 发心赞助 红法经费 若盟 若蒙捐助善款 请会邮政化播帐户 帐号2271-8807 2271-8807 户名 财团法人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敬邀您 护持红法 共转法轮 阿弥陀佛